动漫组合默契配合,立刻奥运亚军 神球队拉,决胜局精彩爆分 这是2024乒乓球亚锦赛混双决赛 中国组合林诗栋与宽曼对阵朝鲜的李正直和金琪英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巅峰对抗 让我们一同欣赏这场惊心动魄的精彩瞬间 林诗栋和宽曼是中国队重点培养的混双组合 曾多次在国内外赛事中夺冠 而李正直和金琪英作为巴黎奥运会的超级黑马 以横空出世之势横扫对手 赢得了银牌 首局比赛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 好球 凯曼快速打出一记直线 迫使李正直回球出界 紧接着,凯曼再次发起进攻 造成对方反手触王 双方在台内摆短过程中 然后林诗栋转反手进攻 错失机会 而后金琪英的反手长焦产生了巨大干扰 凯曼未能适应 金琪英横移到位 用反手制造旋转变化 令凯曼失误 对攻中 林诗栋通过精准的边线进攻 从金琪英的正守卫成功突破 凯曼依旧难以适应金琪英的反手长焦 再次回球出界 林诗栋关键时刻通过正手加压 成功化解了一个局点 凯曼也打出一记斜线 再次突破对方防线 最终 朝鲜组合 以11比9险胜拿下首局 第二局 动漫组合能否迅速适应 金琪英的颗粒焦打法 在被动的情况下 林诗栋通过极致的直线 压制住了对方的反击 朝鲜组合的进攻速度非常快 但李正值在反击时出现失误 林诗栋因发球违规 裁判直接判对方得分 随后 林诗栋和凯曼通过中路进攻 成功压制住了朝鲜组合的反击 金琪英的正手 让林诗栋预判错误 回球出界 凯曼发球后 林诗栋反手直线加速至李正值的正守卫 迫使他回球出界 凯曼的拉球幸运得分 成功将比分追至六平 金琪英回球实时务出网 李正值的防守非常稳健 随后值得反推更是精准 让凯曼难以应对 中远台对攻中 金琪英的反手长交再次发力 打乱了动漫组合的节奏 李正值展现出出色的协调性 中远台灵活跑动 助朝鲜组合率先拿到局点 林诗栋成功化解金琪英的进攻 顽强将比分追至十平 李正值侧身进攻失误 动漫组合最终以十二比十逆转 扳回一局 第三局开始 朝鲜组合迅速打出强势开局 动漫组合连十三分 暂时落后 回到对方的左半台 凯曼通过直线化解了金琪英的反手颗粒 随后林诗栋反手反思拿下本局首分 凯曼打出一记漂亮的对角斜线 成功得分 金琪英的反手颗粒压制住了凯曼 李正值抓住机会进攻得手 将比分扩大至六比二 好的 在被动局面下 动漫组合沉着应对 紧要比分 哇 金琪英的反交发力 再次让凯曼出现失误 对攻中 林诗栋打出精准直线 直接突破了金琪英的防守 李正值在反手回击时失误 动漫组合抓住机会 将比分追至七平 金琪英的正手进攻压制住了凯曼 李正值打出雕钻拧拉 林诗栋迅速反应 成功化解 这球非常精彩 对攻中 凯曼凯曼凭借幸运球拿到局点 最终 凯曼通过反拉突破李正值的防守 以11比9拿下第三局 第四局 第四局开始 动漫组合依然处于开局劣势 随后凯曼通过直线进攻 有效限制了金琪英的反拉 对攻中 凯曼再次打出直线 迫使金琪英失误 将球打飞 开局阶段 双方都在激烈争夺场上主动拳 比分被反超后 朝鲜组合暂停调整 暂停回来 金琪英劈长球 被林诗栋抓住机会 反拉直线得分 林诗栋的正手暴冲 迫使李正值将球打飞 对攻中 林诗栋未能跟上节奏 拉球失误 随后动漫组合暂停调整 暂停回来 凯曼的回球 给了金琪英进攻的机会 可惜他将球拉丢了 凯曼飞 凯曼也是在整个人失位的情况下 把这个球相对高 尽管领先 动漫组合接连出现失误 在精彩的对攻中 金琪英通过颗粒球 让林诗栋回球出现 林诗栋的进攻 迫使李正值反手触往失误 关键时刻 李正值正手回球失误 动漫组合拿到赛点 朝鲜组合顽强化解了两个赛点 将比分追止失评 李正值通过长颗粒球 直接反超比分 但随后的正手进攻中 李正值再次失误 而林诗栋的正手反击也出现失误 最终 李正值回球下网 林诗栋和凯曼以15比13锁定胜局 从0比1落后到3比1逆转 每一局都是拼到关键分 才决出胜负 这场胜利极其激动人心 也为中国队赢得了 本届赛事的第二枚金牌 大家对林诗栋和凯曼的表现 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